好 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 有时候真的会变成政客的筹码 信口开河的下场 大家来看一看 我们先看看我们的前总统马英九 他跑到纽约去演说 在纽约大学演讲 他讲了一些事实 他指出来他的看法 他说部分意图把台积电当武器 把台湾当战场 完全没有考虑到 我国人安危的美国人士 他警告他们 你们这些用谣言代替事实 甚至介入台湾选举的国会议员 我们台湾人都不欢迎 他这样讲 其实代表马英九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不对 可是我都还没有看到美国人抗议 我就先看到我们自己 国内的政治人物出来抗议了 包括郑文灿说 这个说法很危险 包括郑运鹏说 你质疑美国 质疑台积电 你只会让中国予取予求 吴钊燮更说非常遗憾 这是指责支持台湾人的人 洪生汉 他也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他说你马英九拿半导体当作 媚中的贡品 你一度要把台积电送给中共 此话怎讲 我们就去查了 就查一查发现 其实台积电的确有在对岸设厂 那是2002年的时候 他是向经济部提出赴大陆投资金元厂的申请 2004年正式在中国大陆的上海营运 那那个时间点是谁执政 陈水扁执政啊 陈水扁批准嘛 所以到底是谁 或者是洪生汉 你的说法 可能这个需要再查证 而另外我们看到苏贞昌 他今天最近的频频出来 某种程度也是助旋 他讲到一件事情啊 台积电昨天最新的新闻是 他不考虑进驻龙潭了 那理由是什么 因为当地其实有人反对 还有那边的地也不够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关卡都没有解决嘛 所以台积电最后就把这个方案给放弃了 苏贞昌酸 酸什么 他说选对人很重要 他对着公众来演说 对着公众讲 他说当初一奈米厂在桃园设厂 是我宣布的 现在地方政府无法配合 推给这个国民党执政的桃园市 让机会流失 如果地方选对人 中央地方携手合作一定会有好成果 现在是算不到人 就是你选不对人 所以没有办法在这边设厂 是这样吗 我们先来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桃园市政府的解释是说 因为这个取得用地的过程遭到很多的困难 你民进党都不讲 媚于事实啊 另外我们看到过去像这样的讲法 很这个鸡飞城市的说法其实很多 包括陈其迈在去年年底也讲过这样的话 他说选错人赛马场 选对人金元场 讲的是台积电要去高雄设厂这件事情 赛马场怎么了 这只是选择而已啊 没有对或不对的问题吧 如果有赛马场在高雄 我个人觉得也没什么不好啊 而台积电本来要在龙潭科学园区 在民进党的政客的说法 要在这里设厂 可是我们来看看 这里龙潭三旗私人土地有88% 征收很难啊 你要说服所有地主都OK 很难 已经卡关很久了 所以当地居民反对 而且附近还有国小跟居民的社区 你看到呢 去年在选举的时候 包括郑运鹏 包括苏贞昌 包括郑文燦 不断地接力在讲说 我们促成台积电 要在这里盖金元厂区 可是大家都媚于事实 或是媒体也不报道 当时的逐科管理局 不断地讲 不断地说 龙潭园区出租率达99% 已经没有可供设厂的土地了 意思是什么 你们正客在讲的这一块地啊 这个园区啊 没有土地可以释出了 你们要不要先解决呢 可是没有人要理 逐科管理局 当年台积电 就是被宣布进驻龙科的 进驻龙科的 龙潭的科学园区 破局不意外啊 根本就是在骗选票 这是知情人士说的 来 我们来问问看任俊 过去我们看到这种 所谓的大型的投资案 或者要设厂的时候 土地取得确实是一个大的困难 所以我们过去几年里面有看到 就是县市政府 有时候为了要争取或是 他其实就是要弄一些什么 什么园区或干嘛 但这个过程 土地的取得 当然都会引发一些的纷争 好像之前苗栗或干嘛都有 可是现在问题就回来 就是说对于企业来讲 他要不要决定选择投资 在某一个地方设厂的时候 那个考虑非常非常多 我们虽然都认为说 台积电叫做护国神商 我就也不会去怀疑这件事情 因为他确实为台湾带来很多 不管是产值 或很多这个相关面 可是你也不能够去否认的一件事情是 就台积界整体营运的状况 他还是一个商业的一个行为 他还是必须站在他企业的部分 做很多很多的考量 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投资或什么的 基本上都是企业他自己本身 经过评估完了之后 他觉得可以他就会对外宣布 因为这都是一个重大的投资案 这个重大投资案会影响的是 他自己本身营运的状况 所以为什么以前 我们从以前看到现在 就是这种重大型的这个同资 一定都是企业自己来发布 所谓的重大讯息 或者他对外讲说 我们已经达到什么样一个成果 甚至连他研发的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要由他自己来做 因为很简单 那个关乎他企业的生存跟发展 可是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些现象 有没有那种是企业自己没有宣布 然后他是被宣布 被官员宣布讲说 我们要恭喜 我们要很开心 他决定要来怎样 结果到最后没有了 没有了之后 他就变成叫做政治上面的口水 跟政治上面的预言 台积电何其无辜 他的评估一定有他的依据 他也要为他的股东 为他的投资人负责任 可是在如果他都还没有完成 完全一个评估的状态之下 就被宣布讲说他要在那边 那是不是给他一个 很大的一个社会期待 这个叫做社会期待叫做正向 从这一边过去叫社会期待 从那边回来 那个叫做背上的压力 搞得好像他一破局 好像你看你怎么没有信仇 你的承诺你本来不是已经答应了 那为什么要先帮他宣布这件事 我们在过去有很多时候看到 就是说你在宣布的那个时间点 是不是陈如刚刚所提到 有没有那种政治上面的考量 为了要拉抬选旗 为了要营造利多 为了要告诉他讲说 你看我好棒棒 这些大家都愿意挺我 到最后没有成功 可是当时你有沒有达到 你的政治上的效应 你有沒有达到 你在讲这些话的时候 你想要达到的那个效果 我认为他会有 所以才会屡市不爽 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就是大家就觉得说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干预 我一个企业的正常的评估 跟我的正常的投资行为 如果这些东西可以减到最少 那这种事情还会再发生吗 结果到最后 你觉得今天在台面上谈论的这些 哪一个人真正在乎台积电 说你接下来这个厂该怎么办 没有 你看到大家第一时间都是西市的反应 西盖市的反应先用 先用政治的思考跟政治的语言 来批评他的政治对手而已 而且在龙潭附近 据说那边的土地 那边的房价已经被炒了一波了 很多人去买了 来 请教辉文兄 前置这个龙潭科学院区 如果我正在谈 我要从陈水扁开始谈起 但是时间有限 我就不谈了 那是当年陈水扁的B案之一 你看这个赖清德的选举广告 台湾正在更好的路上 所以王宏伟讲说什么 六成要政党轮替没有 要下降民党 台湾正在更好的路上 那干嘛政党轮替 要继续走就好了 对不对 要继续的这个永续 这是中华电信的广告 我想请问中华电信 你是在帮赖清德助选吗 台湾正在更好的路上 那就不用政党轮替了 我请问你 你做这个广告 跟中华电信有什么关系 你就直接说你要服选就好了 少来这一套 这个台积舰都东西这样 基本上民进党只能讲马维拉 然后韩维拉 不是马英九就是韩国瑜 其实是兰维拉 其实简单讲 这个台积电有什么问题 千错万错都是国民党的错 民进党都不会错 这一个是总统府的副秘书长 赖清德叫明耀博雅 叫博雅 前职叫黄崇燕 叫崇燕 你看他讲什么 他讲说这个爱国者三飞丹 跟防潜漆跟这个潜舰 他说那时候在立法院被党的 这个程序会党了69次 可是我告诉大家后来我们 有没有买爱国者三 有 后来我们买反潜机也有 后来我们为什么没有买潜舰 因为美国不卖 这是林玉芳委员讲的 大家要注意听 林玉芳才是专家 所以不是 国民党那时候党是因为 跟陈水扁政治斗争 国民党也是支持跟美国的军售 这个王环威可以作证 你看这个黄崇燕他讲什么 这是总统府的副秘书长崇燕 他讲什么 他说在台协力者畅衰浅见 所以只要你畅衰浅见 你就是在台协力者 这个就是王环威讲的 这个就是扣帽子 你不可以质疑 你怎么可以质疑民进党 你怎么可以批评蔡总统 你知道批评蔡总统 你就是在台协力者 那我们前子我们即日起 都要歌功颂德 我们就学三立好了 就每天民进党做的都对 蔡总统做的都对 耐清德完美无瑕 都不能批评 只要批评就是在台协力者 那我们干嘛监督政府 我们全部都加入民进党就好了 你那个叫做国造吗 那为什么 就我对耐清德很不满 就说耐清德你很清楚 你那时候是民进党的干事长 那个来龙去脉就是 朝野的恶斗 在两颗子弹之后朝野的恶斗 所以程序委员会表决 不是在国防委员会表决 是程序问题 就直接在那边吵一吵去卖一罵去 后来是美国不卖 不是不买 那浅建国造立案是谁立案 是马英九立案的 这马总统时代就决定要国造 那马英九不爱台湾吗 国民党不爱台湾吗 为什么要炒这个题目呢 你可以对国民党有任何的批评攻击 但是不要攻击说你不爱台湾 怎么会讲的这个 我觉得这个重演这样处理很不好 重演处理很不好 来 不过会问你讲这些话 第一个民党不会听得下去 民党也不会听你的话 那对他们来讲 他唯一的一招就是用丢红帽子 所以你说质疑这个钱建的问题 你如果对钱建他的资金流向 有没有弊案 你就是在台协力者 中共同路人 像我质疑高端 你是认知作战 你是中共同路人 你如果质疑进口鸡蛋 他有没有过期的问题 更是也是这个中共同路人 你只要质疑任何执政者 任何的问题你都是中共同路人 所以高嘉瑜才可以发挥到极致 如果你现在支持无心带 你也是中共同路人 你可以看到没有 只要你站在我的对立面 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这就是民进党这几年 无穷无尽的操作 老实讲我觉得他们太厚脸皮了 尤其台积电 他宣布他不进驻 龙潭科学园区 这个其实刚才讲得非常清楚 当时去年为了要选举操作 事实上是政府 我们的这个郑文燦 还有这个就是郑玉鹏 还有苏仁超 一起配合 说台积电要来龙潭科学园区了 这个就是 而且那时候郑玉鹏 立刻在他的社群平台 hashtag号之后 孕鹏成功争取台积电来 所有功劳都是他的 他说我跟郑文燦市长居中牵线 对 这他们居中 都功劳通通是他们的 可是那时候就讲了 其实竹科讲说 对不起 龙潭的出租率99% 他是去年就讲了 对不起 他不是现在讲 去年就告诉你没有土地了 而且当时的这个 就是张善政 因为张善政是科技业出来 张善政就已经讲过了 他说一般科技业 这种长期投资 绝对不能够先帮他宣布 这会见光死 不能这样子 郑玉鹏说你离开科技业太久了 你不要再讲这种话了 什么一大堆 好了 现在真的不成了 不成 结果现在所有的这个 这个又推下 而且民进党永远是恶人先告状 立刻民进党团就跑出来 说这个都是张善政的事情 选错人 逃源市的对不对 你们选错人了 所以台积电才不要来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一再的操作 所以明明当时台积电为什么 就是会不会到龙潭根本不晓得 也许他们有在评估 可是他现在后来 他们自己都承认 从来都没有到董事会的这个状况 董事会都没有讨论的一个投资案 奇怪了你政府帮他宣布 这也是荒天下之大鸡 对不对 那你今天苏贞昌还好意思出来讲说 选对人很重要 如果地方选对人 中央地方携手合作 一定有好成功 一定会好成果 这代表什么呢 你要选我的人 不选我的人我就给你卡嘛 我惩罚你 我惩罚你 就如同台中捷运蓝线 不就是如此吗 如果是林佳龙的话 如果是我民进党的人 我们可以一切好谈 朋友在我们节目画面的右下方 您可以看到这个QR Code 只要拿起手机对准扫描 下载之后就可以一手掌握 TPBS新闻 和我们一起发挥监督的力量 20秒之后 新闻大白话 转时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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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